在西藏东部,拔海4800多米,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的高原雪山上, 卡吉拉兵站的同志们,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,在这个连山鹰都不歇脚的地方,为川藏线上过往的人员,建立起了一个温暖的家。 卡吉拉地区,气候寒冷,环境艰苦,兵站的同志们,以南尼湾的革命精神,自己动手,饲养家畜,磨豆腐,生豆芽,改善过往人员的生活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十年来,每年都有大批的过往人员,在卡吉拉兵站歇脚。 兵站的同志们,总是以热茶,热饭,热菜,热情地接待旅客,全心全意地为战友们服务,成为雪山上的一面红旗。 我国云南边境的怒江地区,山势陡峭,道路尖浅,由于怒江水急,绝大部分江面不能行船。 驻守在这里的解放军边防部队的战士们,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实战需要出发,坚持苦练飞渡怒江的硬功夫。 词曲 杨栋梁 战士们以勇敢顽强的意志,战胜了怒江天险。 河南开封,新建了一座淡肥厂。 这座工厂是我国自己设计,自己制造设备,自己安装的。 全场职工,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,从1964年5月1日开始试生产以来,没有停车进行检修,没有造成亏损现象。 而且夜夜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,产品质量达到了国内一级品水平。 上海宝石轴城厂,用高温烧结等方法生产人造宝石。 这种人造宝石坚硬耐磨,坚硬度仅次于金刚石。 用它来制作宝石轴城,可以使各种精密仪表,始终保持正确的精密度。 保持轴城用处很广,是手表、自来水表、电火表等各种仪表,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之一。 由我国自己设计,自己制造设备,自己安装的陕西第一毛纺织厂。 是一座从原毛加工到产品,几十道工序连续生产的现代化全能毛纺织厂。 几十道工序迟 几十道工序连统 这个厂从1962年9月开始进行边建设边生产 用新疆改良羊毛生产了华达泥 梵立丁 的确粮 薄花泥等55个品种 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广西壮族自治区陀卢堂厂在今年新的炸堂季节里 采用长期固定合同工实行了一工一农的劳动制度 这些合同工人都是厂厂附近人民公社的社员 他们入厂后经过短期培训 在老工人的帮助下边做边学边学边做 一般都比较快地掌握了操作技术 采用长期合同工人的办法 既降低了生产成本 又进一步密切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 为农村培养了技术人才